國民黨的前黨務高層 他說很多深藍國民黨員對侯友宜沒有好感 他說侯友宜最大的弱點就是欠缺國民黨內的人脈 以及國民黨員金銀不深 那深藍國民黨員對侯友宜沒有好感 那另外一方面 如果用對比式的民調加上國民黨員的投票初選機制 那可能會對朱立倫比較有利 所以如果黨主席用了一個對比式民調加上國民黨員的黨員投票 侯友宜因為金銀比較少 話用方式講就是黨員人數比較少 有可能就會影響他總統提名的數字 你覺得這個報導分析的可信度怎麼樣 我不知道這個藍營的高層 黨內高層是誰 但是我覺得他講的話有9分 9分滿分是多少 100還是10分 滿分10分9分 有高度的可信度 符合這個實情 我昨天其實也才碰到有深藍的這個基層的這個黨員支持者 他們也會覺得他昨天講一句話我到現在覺得久久不能釋懷 他昨天跟我說如果是侯友宜出來我寧可投給賴清德 深藍的 我會這樣子我寧可投給他錢要不然就是還有另外一個說我就讓民進黨贏 為什麼我聽了我這個恩怨從這個我昨天中午吃飯的時候聽到他住在旁邊這樣講而且他是沒喝酒很清醒一直跟我罵好友宜所以我只能笑笑的跟他講我只是覺得說還有力量一年多不要想那麼多 這個我就很好奇待會我再問近平一下 這個怎麼樣看民調你朱立倫來變老三國民黨變老三 我跟你講朱立倫如果先當總統候選人的話柯文哲一定跳出來選 柯文哲會覺得說這個就選不贏的這個出來幹嘛我要把他排擠掉 他一定是這個想法嘛可是如果是侯友宜出來柯文哲可能就不會出來啊 因為他會賭上他的政治前途去當一個老三這樣子對他 可是問題是你說侯友宜光要從黨內出現就很困難這個 所以你的前提是侯友宜要出得來啊他侯友宜如果出不來的話黨內的這個機制對他如果 你講的好像跟你沒有關係但是國民黨為什麼不讓他出來的問題 對啊就是國民黨的黨內的機制可能會讓他沒有辦法 你剛剛不是前面講十八同仁對啊那個十八同仁是重重的選主啊 然後會把他打的那個鼻血然後再把他拖回去這樣子 然後那個地上一攤血跡這樣一條線這樣就是會變這樣啊 是很殘忍啦對那是電影畫面但是我這樣描述很殘忍對他就是這樣殘酷 他就是遍體淋傷啊為什麼因為深藍的不會投給他 我說如果是你剛講那個黨內投票的機制黨員以往的國民黨的總統當然要嘛就是一群人講好 要選總統的遊戲規則就是全民調像韓國瑜那一次 所以韓國瑜出來啊然後那個什麼朱立倫那些人 就郭台銘全部都沒辦法啊那如果是說要這一次機制又要再來問當事人 還有或是回歸到原來黨員投票加這個民調各50% 那黨員投票的話50%剛剛講的國民黨的黨員和黨內的其實是侯友宜所不熟悉 他也沒有從來沒參與過黨務然後再說如果說要黨員投票的話 這一些深藍的藍營的對侯友宜過去的一些事件包括公投的事情那些 整個歷歷在目他們永遠沒有辦法忘記昨天跟我講的那一個說寧可讓民進黨當選的其中一個人 他是韓粉所以我知道他的背景和狀況和政治立場所以我知道他會 他就跟我提一件事他就說侯友宜當時在韓國瑜在新北市他講的喔 他說在新北市辦什麼活動的時候那個大造勢然後侯友宜都沒有到場就算了 韓國瑜的這個造勢侯友宜都沒到場然後其中後來那個新北市三重不知道什麼公園 不是被檢舉怎麼樣要要要開罰草皮被踐踏什麼什麼然後新北市政府侯友宜就很中立的 當然我一定開罰我一定這個罰主辦單位韓國瑜那什麼什麼那個時候讓這些韓粉都很跳腳 覺得你就是衝著韓國瑜來所以當他說出如果侯友宜出來選他寧可讓民進黨當選 這是我聽到他講的他會他會講出來說因為他們這一群韓粉知道他看到看過他怎麼對付韓國瑜 所以他們不會去幫他也不會去理他不會幫他動員不會支持他也不會投票 就眼巴巴的也不會投票看著民進黨當選他也無所謂就是讓民進黨選上他也沒關係啦 反正這個天地球還不是一樣公轉自轉這樣動天也沒有塌下來啊 所以這是他們的心態我可以理解這是一種不爽跟報仇 那另外一批就是那種從來你沒有來跟我們拔亂然後又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當然好好做事情是他的風格啦這我要幫他講說是他不想沾鍋不想介入那些 但是這在總統大選跟國民黨黨內的時候他沒有掌握黨權 當然我不是說掌握黨權像朱立倫就一定有OK喔 朱立倫他也是有他的罩門跟問題在不是說每個人都有他的票房 那侯友宜的問題就是剛剛講韓粉這邊你都擺不平 那森蘭這邊你有告訴我沒辦法啊 森蘭和這個藍營的這個黨內的這個族群這一塊 大概也不會甩他的這個帳啊買他的帳啊 那更何況戰鬥籃趙少康那一群戰鬥人 還有土條哥就黃師兄嘛 還有這一些什麼什麼戰鬥籃的這些名嘴 徐曉星那一大堆不見得會幫侯友宜講話 因為在過往的戰鬥當中他們對侯友宜的這個做法是有點心寒 侯友宜算是都躲在後面了 反正就是他們會對侯友宜很多的不諒解 所以我就說如果真的侯友宜的 因為侯友宜現在我聽到的是侯友宜的幕僚一面倒了 勸侯友宜站了站下去打 因為以往在恩恩案事件前後 我知道的是侯友宜的幕僚有分主戰派跟割派 割派說先把市長選完有點緩兵之際 把市長連任選完再說不要講那麼多 他們想的時候釋緩則緣等以後侯友宜可能會打笑念頭 讓主戰派不要聲音那麼高 這個是有裡面的人跟我講的 主戰派的聲音那時候很強就恩恩案前後 那在選完之後他四十幾萬票當選了 主戰派的整個氣勢就上來了 押過他的聲音說站 站下去啦 那搞之侯友後來不是那個幫那個蔣萬安 他的人馬也都去幫他也都去借將啊 還有包括借給那個基隆 反正就是基隆 新北都有去幫忙的這樣 除了桃園之外 桃園是朱立倫這邊的人馬 所以你就看到說整個選完之後 他的票贏了很多大勝 那主戰派就整個氣死起來 就押過了說就是站下去不要想那麼多 不要管他什麼做不做完落跑什麼什麼一大堆 我還是希望我的立場會覺得 不要重到2020年覆轍 侯友宇不妨把這個選舉做完 持音保態的不管你說這個任期做完 做完了之後不管藍綠或者是台灣怎麼變 那將來2024年就算不是他能夠參與 2028或者以後再說他可以保護他自己 看看朱立倫和很多前輩的教訓就知道 但是當現在侯友宇聽不下去了 他就會主戰派的聲音大過這些 所以站下去的時候黨內對他的反彈同時也會加深 這就是侯友宇要面臨的危機